吃肥肠咱们要吃够了 吃足势了 今天咱再来一个水煮肥肠 派西蒜 葱花 这两个当料头 咱们再来点呛锅的 这是呛锅的料头 好了 然后咱们来点菜底 这片别切太厚 给它放盆里边用清水给它洗一下 这个肥肠直接剁成小段就行了 这个是四川石柱红 好吃不好吃就在辣椒上了 先把菜籽油烧热 买回来的生菜籽油 都要用高温给它炸一下 九成热 二百六七十度 这样这菜籽油才能有一股油香 就跟花生油似的 把这种香味才能出来 这个现在已经差不多 就二百六七十度了 这个油冒清烟了 关火让它降一下油温 炸熟了这菜籽油是这样 这是生的 这是熟的 炸完了之后把它倒出来 打底油 要整花椒粒 大火把清纯给它炒一下 来一点盐 打一滴口 断生就行了 给它搁在锅里 这会儿还是菜籽油打底 放姜米 葱花 炸锅 红油豆瓣给它煸香 这是我们做提款机的 以前炒的一个酱 您可以用家里边的火锅料也能代替 增加它一个复合味 大半勺的料酒 顺着锅边给它淋下去 接清水 汤不要太多 然后来一点点盐 胡椒 来一点味精 糖 咱们先做一个常规的调口 这个辣味和香味一煮出来 就可以打料渣了 大家尝一下这个口 没问题就可以倒肥肠了 一定要搁几个这个青尖椒 找一下这个口 增加肥肠这个香 好了 这个菜不用挂茄 咱们吃的就是它这个利落劲 刚才咱们洗的这个干辣椒 先给它炸一下 倒出来 搁在这上 这个蒜均匀地撒上 刚才咱们炸的这个辣椒 再给它重新泼一下 这个是重油的菜 但是说这油不会挂在口上 这个菜是一个比较瞎饭的菜 特别利口 笋的脆 肥肠的香 这个水煮肥肠是不挂茄的 咱们吃的是它这个利落劲 花椒是呛锅的香 辣椒是倒呛锅的香 一片笋配一个肥肠 吃着感觉特别爽 这种是咱们家里边 省事用筷子做法